台中捷運綠線延伸大坑跟彰化 臺中市政府將會可行性評估送案 卻實時沒有獲得行政院核定 引起爭議 交通部長王國財 今天到臺中市考察的時候 就說 要請臺中跟彰化將站點位置 確定 才能夠盡早核定 交通部長王國財 十三號來到臺中 參加 立院交通委員會的考察 藍綠立委和臺中市副市長 王玉敏都到場 但為了捷運綠線的延伸問題 眾人吵成一團 各方意見僵持不下 爭議就在於臺中捷運綠線 將從現行的路線往北延伸到大坑 往南延伸到彰化 而大坑延伸斷了2.49公里 路線和站點都已經確定 但彰化延伸斷了6.59公里 中央認為可行性評估 應該一次核定 交通部長王國財表示 目前卡在東張都市計畫未完成 導致路線和站點都未定 而王國財在受訪的過程中 台中市副市長王玉敏還舉著海報 向中央嗆聲 台中市府強調和彰化 縣府討論之後 對於路線和站點都有共識 可行性評估也經過交通部審查通過 但從二零二零年到今年的七月 卻三度送審行政院被退 第四次至今也都還沒有結論 痛批簡直是刁難 而彰化縣府則表示 王國財應該搞錯了 因為今年四月 縣長王惠美率對拜訪行政院 當時營建署已經表示 都市計畫和捷運延伸案 可以拆開規劃 因此相關補充資料 已經在七月透過台中市府 一起送交審查 不再受限於張東都市計畫案 希望行政院可以盡速核定 記者臨健身王龍濤台中報導